大家好 我是尤佑 我们从杨大哥家里面拿过的五语鸽子 这里面有两语 杨大哥说这个 参白骑士是母的 还有这一只 瓦徽圆环的 是母的 这个是圆环 还有两只公的 这一只呢也是杨大哥家拿过来的 肯定有的朋友说这次没有拿雨点 这是上一回拿过来的 也是单关着的 因为他一直有一点拉锡的症状 这两只呢是这一次拿过来的 两个鸽子 很厉害的 天天他们三个打架 这一段时间就是上传的都是杨大哥家的视频 那一个视频我分成四段区域上传的 哎呀 那个视频拍的是真长 所以说也等于算给我 放了一个小架一样的 因为老是做那个视频我就没有录视频 像我们每天拍这些自媒体的朋友啊都知道这个录视频是特别 头大的 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两分钟啊 其实这个两分钟 就要想了很多 其实我还好因为我都是随便录嘛 这一只就是杨大哥说单养的那一只小母 他这个脚有一点 好像 没有那么利索一样 杨大哥说这只鸽子是很不错的鸽子 为啥呢他说 这只鸽子作育出来冠军鸽 就是年龄大了点说让我用两窝 也差不多了 朋友们能看到的就是站他都有点站不住那种感觉啊 他没有生病 这是他拉的粪便 看着都特别的好 我们进头回到这个麒麟花身上 这只麒麟花 朋友们肯定想到了我另外一只公鸽子是吧 之前给那个瓦徽配对也出麒麟花的那只鸽子 我打算让他和那只公鸽子配对 这个麒麟花 我感觉看上去啊 像一个母 有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公鸽子 我现在就是母的和母的挂一挂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鸽子 这个公鸽子就特别的凶了 我现在没有急着配对的原因就是说 让他们先冷静一下 特别是那个母鸽子这个公鸽子太凶了 如果要是配对太赶的话那母鸽子太紧张啊 有可能又会把头皮掀掉 看着你有点害怕呢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只公鸽子 有的鸽一眼就认出来是麒麟花了啊 最早的时候我都分辨不出来这种鸽子是麒麟花 我说是花头 但和那个瓦徽配对出来的就是那个 麒麟花的鸽子也特别的漂亮 这个眼纱也特别的浓厚 后期他和那个 麒麟花小母配对的时候呢 我会把眼纱呈现出来 再过两天吧 先冷静一下让那个小母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朋友可以建议一下这对鸽子合不合配 看着这种雨色后期会出什么样的颜色的小鸽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种雨色的数字